平川说了你天天两不收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对抗 不过这一场比赛有点不一样 算是万众期待 为什么呢 因为昨晚非常多的观众 纷纷私信平川 有一场比赛你务必要做 就是这场对抗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拭目以待 首先我们看一下 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地图选择是TS 一张比较大的EVE地图 出身在地图右下角是蓝色的人族ID 叫玩魔兽养猪 这个ID骚力骚气 就是FQQ打Q神 好我们看一下 本场对抗他遇见了谁 出身在地图的左上角 一名红色的人族玩家 ID是熟了一下 好像是八个树杠 经过对比确认 没错这就是SKY 当时很多观众看了SKY的第一视角 本场对抗有意思了 FQQ大战SKY 我们看一下FQQ在SKY的手里 能不能秀一把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戴戈这一边的话 手发的是山丘 开局非常的常规 确实在TS这张地图 人族用山丘还是比较不错 因为炼击速度比较快 好我们看一下FQQ这边 大Q神 先造兵营 后造祭坛 那不出意外的话 是选择中立开的打法 好第一个步兵 首先去侦查确认一下 好第一个步兵侦查 第二个步兵可能会选择自己合适的中英英雄 我们看一下盖哥这边 盖哥这边的话 红色步兵也去侦查 两个人见面打一下招呼 这边FQQ的步兵还想干活 还想打架 但是SKY的步兵说 大哥我有要事在紧 我要执行大哥的命令 马上去侦查 这里的话SKY直接名兵一敲 山丘已经走出 技能还要开始练及 上来的话练一下雇佣兵 我们看一下FQQ 我还是选择听客 听客这个英雄的话 后面的话打一些牵制比较好的 但是正面的能力不是特别的强 好我们看一下装备方面 SKY的话 第一个装备 打了一个 哇直接大无敌 第二个是一个敏捷加三 这边FQQ双线能力 好像没有SKY那么的强 他把侦查的这个步兵 得拉回家了 拉回家 配合自己大哥继续练及 但是盖哥的步兵 没有回家 继续骚扰 这里一看 发现你也在练一下雇佣兵 我们看一下 这里抢 没有抢到 差点抢到了 这FQQ吓了一跳 第一个装备 打了一个力量加三 第二个装备 我们看一下 这个步兵还想抢 这里卡个位置 能摸到吗 还想摸 想摸 这里的话 处理一下 这个红色的步兵 还是成功被FQQ拿下 第二个装备 打了一个大无敌 这一波的话 练得有惊无险 还是成功练完了 好SKY 第二波小点 打了一个隐身斗篷 另外一边 看看这里 看看能整一个什么好的装备 双方的话 练机的路线 差不多 目前来看是差不多 打了继续一个力量加三 SKY 第三个点 选择练一下自己的分框 那山丘的话 练完这一波 差不多可以到三级 这边步兵过来继续侦查 SKY的侦查 做的确实非常的完美 我们看一下 这里步兵 好 买了一个 抢了一个红皮 抢了一个绿皮 抢了一个绿皮 抢完之后 有点难受 这本来绿皮的话 是一个输出非常强的单位 关键是个被SKY给抢掉了 看一下 这里的话 山丘 哇 打了个蓝牌 非常不错的一个装备 练完之后 山丘可以直接到三 三级之后 看看又要过来 跟侦查骚扰了 好 FKQ 第三个点 有点不一样 他选择是练一个地精实验室 练完之后 后面 方便买飞艇 还有防目机器人 FKQ的话 比较善于利用这个地图的一些元素 好 山丘 到了三 我们看一下山丘到了三级 FKQ在练地精实验室 SKY的话 这个步兵又过来侦查 这SKY的侦查做的确实 非常非常的完美 这里都是残血的步兵 山丘直接单传过来 FKQ感觉有点伤啊 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绿皮又过来了 一个锤 一个步兵 这边FKQ赶紧交TP 赶紧交TP 再不交的话 要没了 这个黄皮黄皮黄皮 哇 这个最后还是被摸掉了 那这一波FKQ 每次练级都被SKY抓呀 那接下来怎么打呢 科技情况 目前SKY这边的话还是一本 FKQ的话开始升二本了 FKQ科技稍微的快一点点 不过看SKY好像是想开分框 目前山丘三级 正面非常的强 这里FKQ 好 也有三级了 买个单船 赶紧撤退去骚扰一波 这个时候的话 家里有两根圣塔 两根圣塔 面对这些绿皮 好像没啥意诱啊 山丘继续去追Tinker 然后大部队开始硬冲 这根塔好像起不来 直接被拆 FKQ家里的话 民兵一敲 看这一波应该免敲能撑住 这里SKY依然源源不断的买一波雇佣兵 然后山丘 又在这里追杀FKQ的一些大部队 哇 留下一个步兵 然后FKQ的话 这边要去骚扰一下SKY开分框 哎 还终于抓到了 原来你在开分框嘛 口袋工厂一扔 好 这里要开始疯狂的骚扰了 正面战场的话 我家里 这个死的奴民 死的步兵有点多 SKY的正面压制非常的强 然后山丘过来陪你的Tinker 这边圣塔已经起来了 第一时间处理一下这个口袋工厂 看一下FKQ这一波 能不能成功把SKY的分框给处理掉 赶紧单船 单船撤退救一下自己的一个主框 这边雇佣兵的伤害实在是有点高 Tinker目前没有什么留人技能啊 但是有鞋跑得快 哎 山丘我又过来了 好 又过来一个锤 留一下你 那你不能追杀我这个绿皮了 这一局 SKY的话 山丘一直一直盯着Tinker FKQ没有机会去玩骚套路 怎么办 家里的话 这一波阵亡的小农民 有点多 继续补塔 那SKY的话分框 顺利开了出来 虽然说受到了一点的骚扰 好 FKQ赶紧去买一个伐木机器人 伐木机器人一买 后面的话 木头有点多 刚才死的农民有点少 木头有点不够 赶紧买一个 5 SKY直接把大无敌给顶掉 想杀一下这个伐木机器人 不会高买出来就被解决吧 这个伐木机器人可是很贵的 好 SKY的话 追杀伐木机器人 哇 出了一个霸却 直接解决 山丘升到了四级 这一局 FKQ好像开局 打到现在 一直很不顺 好 这里也是杀了SKY的一个黄皮 非常的不错 那接下来 SKY的话分框训运营 家里的话 资源差不多 可以升二本了 FKQ二本已经升好 另外一边的话 这里双方各自都在抢这个雇佣兵 但是英雄等级方面 SKY占了一点小优势 不过山丘状态不是很好 一个锤 想杀这边的绿皮 黄皮被SKY给杀掉 这里有一个小泥人 解锁一下想杀山丘吗 看一下山丘表示我很硬 这里赶紧无敌一顶 不顶无敌的话 小泥人减个速就很大危险了 这里山丘卡一个位置 卡一个位置 哎 改革 这个操作很细 这里抢一个飞艇 你再敢追我就抢一个飞艇 好 这里的话 FKQ还是放弃的追杀 无敌时间一到自己就有点危险了 山丘继续去追 这一局的话 山丘真的就盯着你听歌 你去哪 我去哪 两个人好朋友排排座 这一波的话 FKQ绕过来 好 想去继续骚一波 但是山丘又单传过来了 哎呦喂 连时间放下口袋工厂 绿皮处理掉你这个口袋工厂 这一波死干嘛 忙忙多的雇佣兵 小泥人减个速 这里赶紧 赶紧单传 这里不会出霸却吧 幸好没有出啊 这也是出一个霸却 FKQ都哭死了 那这里的话 骚扰没有骚扰的好的一个效果 山丘买个慢了一天 这边听歌回家 好 FKQ的话直接跳三本 双失救龙 三本之后出失救 看看能不能打一个冰柜神速 是吧 听歌的话一直去干扰对方 让对方的话节奏稍微慢一点 如果自己能突然爆一波失救 有可能能赢一下Sky 买一个飞艇 继续去骚 哇还有一个炸弹人 FKQ这一局 看看炸弹人能不能发挥自己的功效 一般的话 FKQ比较擅长打这种 什么扛压局 然后炸弹人都能够发挥一些 非常非常不错的作用 好这边Sky 山丘继续补等级 现在是四级半了 再练下去 马上到五了 这里口袋工厂 空头下来开始干活了 另外一边的话Sky Sky 这里飞艇看见了对方的炸弹人 炸弹人说我跑 一个锤 直接解决了 这一波Sky侦察 确实做得非常的完美 FKQ好像没有机会玩骚套了 好口袋工厂 这里看能不能处理一些小农民 盖个太细了 飞艇也埋好 你托我农 我飞艇可以把农民装上去 这里的话赶紧撤赶紧撤 人口方面我们看一下 现在的话Sky这边是43人口 这边FKQ是15人口 人口差距有点多 存款方面Sky15 FKQ的话700多 好FKQ继续想去主矿骚扰一波 是吧 分矿搞不到剩 我去主矿搞点剩可以吧 主矿我们看一下 目前来看只有一根圣塔 还有机会骚扰一波 好口袋工厂继续放下 我上去 这边山西又单传过来 民兵一敲 还真的是整不到火 FKQ说 真的是Sky的防守 做的真的是密不透风 当时的话 平时也去看了一下 FKQ的第一视角 FKQ真的是难 真的是哀声叹气 这盖哥怎么那么强了 侦查防守做的密不透风 我真的没有机会 骚扰 分矿主矿 防守的非常的完美 而且FKQ这边的话没成功 那Sky继续加强防守 山丘已经无极了 好 我们看一下家里 Sky的话这边撒一下粉 那看见了FKQ生好了三本 出失救 那你出失救 我们看一下盖哥怎么处理 盖哥这边立刻也是起失救龙 你出失救 我出龙音 我龙音二本就能出了 刚好能克制你的失救 这边奥发一个血法痴 家里的二本已经生好了 那FKQ骚扰了半天 等级落下 在这骚扰的空间非常有限 对方山丘已经五级了 这边迟迟还没有到四级 单传回家 补一下状态 终于有两个失救了 我们看一下冰柜神速 两个失救 能不能找到一些便宜来站一站 这边Sky的话飞艇 随时侦查 买了一个伐木机器人 五级山丘 开始侦查了 看看有没有机会 抓一下这个Tinker Tinker有了失救的情况下 练局效率稍微高一点了 我终于到了四级 可太不容易了 但现在由于是直接出失救 没有其他的兵过渡 失救还是让暂时数量不是很多 山丘五级 疯狂的找 找FKQ 五级山丘 这个锤子有点猛 三级的风暴之锤 飞艇也在侦查 这里的一看 有一个飞艇 这边满满找 满地图在找FKQ 暂时没有找着 FKQ的话 还在自己的主办场开始练 口袋工厂放下 把疯狂给练完 看有没有机会偷个分框出来 人口方面 现在的话 SKY是60人口 FKQ还是25人口 这个人口差的真的是有点多 SKY这里直接开始出龙鹰了 你吃不吃就 我出龙鹰 虽然说现在的话 FKQ有科技优势 但是无论是资源 还是英雄等级落后有点多 好 这里SKY继续洒反 终于挣扎到FKQ 原来你还在练分框 好 这里打了一个力量加6 飞艇 看看要不要继续去骚扰一下 这边 哇 SKY已经是66人口 FKQ26人口 真的是多了40人口 山丘一过来 对方已经练完了 好 这个时候FKQ继续练 继续练 这个施救的数量有点少 没有继续去补 他还在 他还在憋人憋前 主要是看SKY的一个应对 如果SKY出了很多龙鹰 那自己还要转型了 19不能出到底 哎呦 一个19被野怪给练掉了 SKY也过来练 那两个人抢着这一波怪 这一波怪的话 真的是非常非常知名 两个人真正抢着要 好 全球 在外面依然各种侦察 龙鹰过来 就抓你的施救 这边FKQ只能转型了呀 施救的话 出的速度还是慢了一点 还是慢了一点 那龙鹰数量一多 这边FKQ FKQ的话占不到便宜 SKY的话 薛法师到了二级 好 三球单传回来 直到你又想搞事 我三球就是盯着你的听客 先把你的口袋工厂处理一下 薛法师在双线练级 有钱真哈 双矿加持的情况下 SKY是各种买雇佣兵 弥补了前期是个兵种不种的一个特点 有钱 有雇佣兵随便买 龙鹰现在是满地图 在找对方的一个施救 FKQ立刻转型了 出事就没有前途 立刻转车间出飞机 出飞机打了五鹰还是比较好打 我们看一下盖哥能不能侦察到 这边听客满地图满地图跑 就是偷偷练级 看看能不能到五级 五级之后 如果洗个点的话 洗个导弹 能够稍微对付一下对方的空军 好 山球之王在家里处理完这些小地精 然后马上又去外面攻干了 血法师 双线已经到三级了 还打了一本骷髅书 好 这里听客 听客的话离五级也是越来越近了 差个41点经验值 差个2点经验值 这边已经转型飞机了 看一下Sky能不能侦察到 这里Sky的话山丘满地图在找 好像看见了 看见了 一个锤 这边飞艇随时接应一下自己的山丘 万一对方有的人多的话 飞艇可以接应一下 现在飞游只有一个 是就又一个锤 这山丘真的是想用锤 把对方给锤死 锤了两下 还要锤 还要锤 双方的话都有鞋 跑的都比较快 又一个锤 这里的话 可以赶紧买雪瓶 不买的话真的没了 买了个水瓶直接吃掉 山丘在前面卡一个位置 卡一个位置 出了一个霸去 要不要再锤一下 还一个锤 我Sky的话 真的是有点杀人猪心 一直锤 明明知道锤不死 我照样锤 这边天可差两点经验值 这的话继续吃点血瓶 不计下状态 目前人口的话 现在盖哥是65人口 FK给我34人口 Sky的5G山丘 就守在你家门口 知道你这边要转飞机了 我们看一下盖哥这里 要不要也转飞机 果然也是转飞机 你单框转 我这边双框转 看谁强 这里的话 好 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话FKK 飞机的话已经有一队了 有一队飞机了 那Sky这里也是疯狂的转飞机 飞机的话 即便空军能打赢 但是你拆箭 就完全拆不了这些塔 飞机对定能力太弱了 这边一个锤 诶诶诶诶诶 五级听歌不会死了吧 好这里买了一个 买了一个隐身 但是对方直接撒一把粉 诶能不能出霸学 没有出霸学 差点出霸学了 这听可的话 吃了好几个血瓶 好几个血瓶 山丘太克制了 五级山丘真的就守在你家门口 FKK这一局的游戏体验几乎为零 大家如果有机会 可以去看一下FKK的第一视角 打这一局的时候 FKK真的是哀声叹气 就是一种绝望 一种无奈 完全没有机会 老师就被重重包围解决匠 那这里的话Sky的飞机数量也很多了 FKK现在是34人口 Sky已经是75人口了 这差距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我们看一下攻防 FKK的话飞机是一攻零防 Sky这边 Sky这边看一下 两攻零防 这飞机攻防还比你高 钱比你多 这怎么打呀 这里飞机侦查一下 看看对方也没有偷分框 暂时没有偷 这双方要开始真面高了吗 但是人口差距有点多 FKK一看 对方过来进攻了 这边还有龙鹰 有点打不过 先撤一下 撤到自己的主框 主框有塔 可不可以掩护一下 Tinker的话还在家补状态 飞机车退回家 Sky没有追进来 没有追 我就堵在你家门口 山丘血法师也过来 Tinker赶紧补一下状态 Tinker好像把自己给堵住了 很单纯的CD 买了一个塔把自己给卡了出来 现在飞机一攻零防 飞机避难回家 避难错了 这避难一个满血的 自己也是奥发了一个血法师 奥发一个血法师 这山丘血法师真的就是守家呀 就像魔兽世界一样 守你的尸体 这里FKK想反攻一波 你听说你敢包围我 我在我的主场作战 好 双方开始硬钢了 我们看一下FKK这一波能不能打赢 飞机一攻零防 打两攻零防 死在这边的空军数量没有那么的多 虽然说死在人口很多 打了一波没打赢 先撤一下 但是飞机没打赢 地面部队还是无敌的 FKK双英雄躲在家里 暂时出不来 没有机会开分框呀 这分框一直开不出来 Sky的三本也已经升好 疯狂的在升工房 这一波飞机状态有点差 回家稍微的维修一下 这边 双英雄就躲在你家门口 你出不来 看一下FKK有没有飞艇之类的呀 暂时没有 也没有男女巫隐身 只能在家稍微的挂挂机 看看有没有机会出来 家里的农民疯狂的维修一下 这边的飞机 血法师加利比 这里的话拆一些建筑 还口袋工厂扔出来 看Sky没事 扔给你玩一玩 Sky说不客气 谢谢兄弟 这边的话自己虚无一个锤 再来一个这就没了 血法师升到了四级 英雄等级加持实在是太多 乌四 打一个五 这边血法师直接放火来烧你的塔了 FKK能忍吗 忍不了了 看看这一波能不能打出来 一个锤 这 FKK想抽对方的蓝 三秋 二话不说 一个三级的锤 直接把它给锤了 FKK觉得 哎呦 这怎么玩呀 堵在家门口 还是飞机去外面弓弹一下 在这个时候 FKK又 这个时候Sky又开始扩张了 拉了好几个小农民 又要开始开喷嚷了 人口方面 现在Sky是71人口 FKK的话是30多人口 这一波飞机 刚才FKK的空军打赢了 这一波 看看能不能继续赚一波便宜 双方见面了 这里开始进攻 这一波的话Sky是三攻 打你的一攻凝防 双方的攻防不是一个档次 FKK的飞机完全打不过 完全打不过 家里的话 祭坛被拆 祭坛被拆 听客去哪里了 听客的话 出来想去公干 但是家都快没了 怎么办呀 只能被迫过来防守 能防守住吗 好 洗点了 听客觉得口袋工厂 没啥用 我洗点洗个导弹 洗个导弹 来打你的飞机 但是这个时候 这还有个胖子虚无一下 避难回家 哎呦 这个塔完全没有解决掉好 山丘捶农民 吹到了六级 马上天神下凡了 停客在这里导弹 轰一下对方的飞机 但是这一波的飞机数量 不是很多 Sky的话 分框又开了 现在是第二片分框 马上是三框打一框 主框马上都要踩空 那会形成双框 打零框的一个局面 FKK现在的话 全款 哎呦 只有100多块钱存款 主框马上就要空了 没得玩呀 这一局 5级听客 看看能不能用导弹 把对方的飞机全部处理掉 自己的飞机吸引下 对方的注意力 人口方面 FKK是15人口 Sky是70人口 这人口差距怎么那么的大 5级听客 还想整活吗 一个人 打一打飞机 山丘 马上追了过来 山丘和雪法师 这一波山丘是六级的山丘 见面一个锤 然后一个抽篮 山丘在前面卡一个位置 如果身上的话有个隐身 赶紧吃掉 好 隐身吃 哎呦 撒一下粉 往后撤一下 飞机 特别飞机还是被追 挺可隐身 隐身 看看能跑到哪里去 但是从开头到结尾 感觉死 感觉FKK 完全没有一丝的机会 紫盖这个防守 确实做的密不透风 我们看一下 FKK现在200多块钱的存款 主款还有200块钱 那总满打满算 没有500块钱 怎么打呀 人口15人口 对方的话将近80 这一波一看 哇 心都要碎了 看这里能不能继续扫一波 但是这里有飞机啊 你隐身 对方飞机是看见你了 山丘马上回来处理你一下 听说你喜欢隐身 我飞机是能反映的 派一个飞机过来侦查 这里也有飞机 满地图都是SKY的飞机 好 这边 血法是虚无一下 一个锤 这里响撤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FKK连买回程的钱都没有了 好 又一个无敌 躲了对方的一个三级锤 但接下来还能躲吗 山丘一直在追 飞机也一直在追 你现在没有隐身 没有回程 好 一个锤 那五级停格要阵亡了 一个虚无 好单纯 幸好对方暂时的话没有锤了 单纯回家 这一波也是非常的极限 单纯回家 好 导弹 打一下对方的一个飞机 自己的飞机吸引一下对方的一个注意力 这个时候山丘过来就没得玩了呀 人口方面 现在FKK的话是13人口 SKY是72人口 双矿 打FKK的零矿 这边SKY的飞机不当人了呀 追到别人的家里去 是吧 有塔我也不怕继续去追 你看一下 听客能不能通过打飞机打到六级 差经验值 IA还是差的有点多 差一百多 这里的话 乌了一个那家 FKK直接打出季节 退出了游戏 好 我们恭喜SKY 这一局的话 FKK的ID叫玩魔术免养猪 但明显是被SKY养猪了 真的是没有一丝机会 好 我们再一次恭喜SKY SKY SKY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